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认为张飞可以担当这个重镇 但是刘备却出乎众人的意料 选择了当时还是衙门将军的魏延 并且提拔他为镇远将军 当时刘备在跟朝臣开会的时候 守着那些大臣的面询问魏延 现在将这样的重任交给你 你会选择怎样来镇守汉中 魏延也非常的直接了当说 若曹操以天下而来 请为大王拒之 偏将十万之重之 请为大王吞之 而后来魏延也证实了 刘备的确没有看错人 在镇守汉中的七天 魏延可谓是功勋卓主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 魏延都是在当时蜀国一位不可多得的一位军事奇人 但是却处处遭到诸葛亮的质疑和排挤 并且说他心生反骨 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之时 魏延提出的战略 希望自己能够另一部分军队和诸葛亮一起出击 魏延提出的这个方法也的确是有理有据 但是生性谨慎的诸葛亮却拒绝了魏延的计策 如果说诸葛亮不待见魏延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他临死之前却设计杀掉魏延 就让人特别的难以理解 那诸葛亮为什么要杀掉魏延呢 当时诸葛亮在病死之前 曾经召开了一个秘密的军事会议 但是却没有让魏延参加 诸葛亮决定属军退回成都时 命令魏延负责断后 将为作为自己的副将 杨仪担任退军指挥 如果魏延不服从 军队仍按照原计划行事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诸葛亮预料 对于这样的退兵方式 魏延当然表现出非常的不满意 而诸葛亮之所以会选择这么做 虽然有很大原因 是因为魏延本就和自己不是一路人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担心自己去世之后 后主流禅驾驭不了魏延 所以他不能任由魏延做大 只好选择将魏延给处置 也是为了整个蜀汉的未来着想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但是您在看更多财